8月7日晚间,长城汽车公布产销快报,7月共计销售新车,54334辆,较去年同期减少21.33%, 今年一到7月内计销售525849辆,同比为价0.75%,其中哈佛SUV前期隔月内计销售362603辆,到目前为止共完成2018年度销量目标的45.33%, 从长城汽车公布的整体数据看,7月销售主力SUV售出新车,44374辆,较去年同期减少25.95%, 管理上月12602辆减少15.64%,一到7月SUV累计销量达447330辆,同比减少2.25%,其中哈佛SUV销量本月降幅继续增大,7月售出新车37294辆, 管理上月降幅高达36.76%,较去年同期减少30.75%,SUV总销量持续下滑,除了哈佛降幅继续增大外,还受到长城高端品牌V的销量继续下行为影响, VC下VV7和VV5销量跌势满指,7月VV7售出新车3032辆,管理上月降幅高达36.7%,VVV5在7月销量为3508辆,管理降幅达到31.50%, 在一片跌势下,VC下另一款插电,获动SUVP8在上市三个月后,7月销售首次迎来下滑, 当月售出新车540辆,管理上月减少5.26%,从今年3月开始,VV7和VV5这两款委派车销量持续下滑,而其竞争对手领克汽车作为吉利旗下高端品牌,近期不断推出新车型, 目前已有领克01,领克02以及领克01PHEV3款进凑新SUV投放市场,领克01自去年11月上市以来销量表现十分抢眼,销量持续攀升, 虽然领克01的7月销量尚未公布,但领克系列整体销量已突破万辆,取得12300辆的成绩, 与领克销量一路走高形成对比,7月为整体销量,跌至万辆以下仅售出7080辆, 首次被领克超越,今年1到7月领克累计销量已达58552辆,上市至今累计销量达到64564辆, 领克旗下首款较车领克03也将在年内上市,随着未来领克产品力的不断增强, 未来长城汽车将面临不小的压力。 此外,皮卡销量有所回升,继6月丰峻皮卡销量跌破万至8873辆后, 7月售出新车9088辆,较去年同期增长7.93%, 但同比增幅保持逐月收窄的态势,较车中长城C30销量已有所上升, 售出新车872辆,环比上月增长22.64%, 同比上年增幅达到21.96%, 和皮卡、哈佛H91起,成为仅有的三个保持同比正增长的车型。 具体道车型,销量神车哈佛HU在7月销量,为26,042辆, 环比上月26,279辆为降0.9%, 哈佛SUVM6在7月售出新车2461辆, 环比上月增长4%,0.77%, 今年3月刚上市的紧凑型SUV哈佛H4在销量一路攀升后, 7月销量消滑5乘到3062辆, 在除了HU、H4和M6万的其他哈佛车型中, 哈佛H1、H2、H5、H7和H8同比继续消滑, 政府分别进一步拉大到84.28%, 66.92%,72.57%,63.08%和100%, 其中哈佛H8依然为零销量, 而H2自今年4月销量跌破万辆后7月继续消滑, 13456辆, 7月H9仍是哈佛系列唯一正增长车型, 售出新车1017辆, 环比上月减少6.53%, 通比增幅也缩减到0.49%, 今年前7个月, 长城汽车共计售出新车52.58万辆, 完成2018年116万年销量目标的45.33%, 时间已过大半, 销量任务还没过半, 特别是在领克新品不断推出 一个类竞品密集包围的激烈市场争夺下, 大量车型销量的持续滑坡, 让长城避态显现, 而是长城拐帮透露, 目前VV5、VV7销量降低主要由于产能胜处于爬坡阶段, 如何实现产能的提升, 还将是为品牌发展极大考虑的问题, 此外, 盖世汽车从长城汽车官方也了解到, 为品牌全新中型SUV, WYVV6车型, 将于8月底正式上市, 新车将搭载全新一代Kori智慧安全系统, 并配备20项智能驾驶辅助技术, 随着新车型VV6的上市以及插电, 扩动车型P8进入持续增长时期, 长城汽车, 未来的销量表现值得期待, The End也则证明,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